小丝好比小蚂蚁 爬呀 爬在我心底 共产党 习近平 王岐山的国家安全委员会 和中国的党天下 家天下的中国政权 已经做好了一切的计划 在福建五十万大军导弹部队已经准备好 当香港失去全面控制 美国全面进行制裁 全面进行封锁 像天安门六四事件一样 西方和美国事件对中国进行制裁的时候 共产党就会发起突然间的 对台湾的定点斩首行动军事打击 彻底收复台湾 这叫双铃行动 那么这个双铃行动大家看到 它的理由就是 香港发生的这场真正的反送中的行动 它说是美国和台湾的台独分子 在背后抄袜的 而且很多香港的所谓领导 这个运动的领导都在台湾藏在台湾 他们要抓回抓捕这些人 然后呢就对台湾进行了军事行动 收复台湾 这是它真正的这场核心的目的的核心之一 而且 这次的双铃行动计划也是不惜代价 不择手段 必须百分之百拿下台湾 不论死多少人流多少血 所以这一次香港成了台湾最大的保护的屏障 台湾只有站在香港的一边保护香港人民 你才能安全 只有大胆的行动和全世界站在一起 台湾也才可能有安全 否则你很快就将变成了炮灰弹灰 在台湾的爱国者们 你们要是看香港作为你们的先例 你必须是站在香港 支持香港 那么因为你看到 香港是从原来一个是有法治的社会 它是有了200年的法治 竟然是在把200年的基础 在那么的中共的手上 就是马上的被瓦解 所以我说 你们必须要去支持香港 要不然你们就是下一个的香港 班农先生说得非常好 台湾的同胞们 如果你不现在和香港同胞 绝对决绝地站在一起 完全无私地站在一起 现在你就没任何机会了 你比香港还糟糕 因为导弹打到台湾的时候 能和台湾人站在一起的 不会让香港背后的支持那么多 因为香港人的价值和利益 这全世界是核心的 现在我呼吁所有的台湾同胞和支持 和爆料革命的人 你们严肃认真的对待 应该要求台湾政府 给予香港所有人一切可能的支持 并且发动全台湾紧急地作战命令 与香港人民站在一起 把习近平王岐山这个收服台湾 收服香港的这种野心和征服世界的 这种要发动世界第三次世界大战的 这个行动阻止在香港大门之内 而不延伤到台湾 为此台湾应该做出一切的准备 做好一切的牺牲 只有这样才能让共产党彻底被消灭 给世界机会 给世界真相 让世界和香港和台湾站在一起 共同地灭掉共产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